不如先講講陳同佳 林鄭和陳同佳有很大的關係 林鄭利用陳同佳的案件 去企圖修改逃犯條例 令香港發生2019年一個比較嚴重的事件 事件到了2020年 陳同佳一直是管浩明 開口說台灣不讓陳同佳去台灣自首 他開口說在去年的年尾 陳同佳的代表律師已經向台灣有關單位 表達了願意台灣自首 這個說法是廢話 因為這個說法本身在香港報紙報道都有 台灣的陸委會和相關部門 可以從公開媒體的報道看到 另一方面是周浩鼎 周浩鼎和李慧琼曾經捉過潘媽媽出來開記者招待會 在一個記者招待會說 他基本上是要沉冤得雪的 要陳同佳自首 但他究竟有沒有這樣做到呢 究竟李慧琼和周浩鼎有沒有這樣做到呢 現在連潘媽媽都說得出了 其實台灣是給了一個直線電話號碼給陳同佳 給管浩明 給陳同佳家長 以及給香港警方 這個直線電話 陳同佳可以打一個電話 去展開他去台灣自首的程序 這個電話基本上是一個特徹的一個渠道 令到陳同佳如果真的啟程去台灣自首 你只打一個電話的話 台灣那方面不斷會有一個對頭人跟你接觸 亦都會有一個相關安排 相關安排牽涉兩個在國際法律上的一個定義 第一個是在法律上講的一個司法管轄權 究竟陳同佳案香港有沒有司法管轄權呢 即是說陳同佳台灣殺人案 減白一點香港是沒有司法管轄權的 而司法管轄權在台灣方面 這個是清晰的 第二 就是因為這個司法管轄權在台灣方面 而人在香港 這個牽涉就是司法輔助的制度 講的是陳同佳 陳同佳現在牽涉兩個法律上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司法管轄權 第二個就是司法輔助 司法管轄權因為陳同佳殺人 殺了潘永彤 這個案件在台灣發生的 所以司法管轄權在台灣方面 這個本身連鄧炳強都交代了 鄧炳強就說了 現在陳同佳香港是沒有辦法做事的 這個是對的 第二個原則就是司法輔助 司法輔助的話就是兩個獨立的司法管轄區 因為香港管香港的問題 台灣管台灣發生的事 兩個獨立司法管轄區之間互相的溝通 這個在說就是無論哪個司法管轄區都好 他的證據 包括陳同佳的基本資料 或者陳同佳香港下的警方口供 口供裡面他承認了殺人這些內容 甚至他用了什麼補氣 或者殺人之後做了什麼 棄屍在哪裡 他怎樣用了他的信用卡 這些資料其實理論上都要交給台灣警方 交給台灣警方 或者台灣的地檢 就並不是由律師交的 不是由陳同佳的代表律師交給警方 因為陳同佳的代表律師 是保護著陳同佳的利益的 也都不是由香港警方交給台灣的檢方 理論上就應該由一個法律和法律上之間的系統 剛才我講收回可能是由香港警方交給台灣的檢控方 可能是這樣 這個基本上就是司法互助 司法互助的原則很簡單 特事特辦都可以的 就算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到現在都有的 就是說大家互相交換疑犯 或者交換一些重要有關案件 甚至商業案件的情況 他都會由大陸的部門 去將一些文件交給台灣部門 這個理論上就是說台灣的檢控方 是相信香港政府的一個相同的機構 他給他的資料是確實可信的 所以由檢控給檢控 這個包括了陳同佳在香港判監 裡面的一些警戒口供 他是不是承認了殺人呢 他怎樣殺的呢 他用了什麼武器呢 什麼時候殺呢 他怎樣棄屍呢 這些全部細節的資料 其實都是可以有助台灣破案的 而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其實已經是文件化的了 在法庭審訊裡面的所有的錄音 就是說 那個騰稿 大家聽到法庭騰稿 又或者是陳同佳樂的警戒口供 又或者是一些證人的口供 全部這些資料理論上應該由香港警方 或者香港的或者不是警方 或者由這個律政署 將它歸納好 將它交給台灣的檢控方 這一個叫做司法輔助 現在在說不是陳同佳可不去台灣的問題 現在在說這些文件 這些司法輔助 怎樣可以令到陳同佳可以被承知於法 這個細節是這樣 所以無論是鄧炳強 或者無論是管浩明 甚至乎周浩鼎 他所說的話 都基本上可以這麼說 是不準確的謊話 台灣是沒有不讓陳同佳去台灣 沒有一件事 台灣也特別為陳同佳做了一個電話的聯絡 陸委會再三確定了 昨天確定的 直至昨天 陳同佳那邊 是沒有任何人打電話找了相關的檢控方 這個電話直線 某個程度上就是一個安排 包括司法輔助安排 包括陳同佳入境安排 包括陳同佳入境後的保障安排 陳同佳入境後的保障安排 陳同佳入境後都要保障的 來致慎防 台灣有人非常對台灣的憤怒 而對陳同佳造成危險的 所以陳同佳去台灣 都要有一個足夠的保護 究竟陳同佳去台灣是否立即被機留 還是陳同佳去台灣 其實都有一些程序要做 或者陳同佳去台灣是誰代表他 而代表的一個認受性是怎樣來的 這個電話相信可以啟動了一連串 陳同佳安排台灣入台的方法 去台灣之後怎樣接受 就是拘捕 又或者甚至乎怎樣保護陳同佳的權益 他的代表律師 代表人 他的監護人 怎樣可以去台灣 怎樣可以代表陳同佳 怎樣保護台灣人 陳同佳受到公平審訊 這個電話其實可以安排到 而另一方面 香港方面 包括了律政署或警方 怎樣可以將現在法庭審訊的騰稿 包括證人的證供 包括陳同佳落的警戒口供 包括香港政府對陳同佳有關 動用信用卡這件事的治罪 這些總統的資料 怎樣可以交給台灣那方面 亦都相信是台灣和香港政府之間 可以做的一個協調 這個是不可能不結束的 因為是全世界審都一定是這樣做的 由政府有關部門之間 傳遞相需要的資料 這個某程度上 就是政府與政府 一個司法股日區 去另一個司法股日區 去另一個司法股日區的一個互信 現在說的不是主權問題 雖然可能民進黨 都會覺得 甚至乎有人覺得 民進黨在炒作主權問題 這個不算主權問題 因為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 已經做了很多次的程序 司法互助本身 是互助協議 是不一定國家對國家的 可以是地區對地區 地區對國家的 即是說本身司法互助 香港仍然沒有與台灣的司法互助協議 但是會不會在地區和地區之間 可以臨時找一個司法互助的協調 即是一個 consensus 大家互相承認的一個司法互助的方案 就可以令到香港的相關文件證據 可以交到台灣的手上呢 又或者是會不會陳同佳 在回來香港的時候 他甚至連一些潘苑彤的私人物品 都會帶回來香港呢 除了信用卡之外 會不會有潘苑彤的很多 譬如潘苑彤的衣著 或者潘苑彤的一些飾物 會不會帶回來香港呢 這些證據和證物 其實都需要physically 即是說很物理地 有型地 由香港交到台灣手上 這個交的轉移 就叫做司法互助 這個司法互助 雖然香港和台灣之間 是沒有司法互助協議的 但是就著藤同佳案呢 其實香港政府可以派出一個 就是由香港政府委派第三者 和台灣政府派出台灣政府委派第三者 可以談到它 譬如香港政府可以找一個大律師 委派大律師 台灣也可以委派一個律師 就是法務律師 去談到一個司法互助協議 但是問題在於 司法互助不代表不讓陳同佳去台灣 這是兩件事來的 陳同佳去台灣 究竟告不告得整他 那就是司法互助 裡面文件上面的一些幫助 或者證據證據證物上面的幫助 但是陳同佳去台灣本身 就是台灣的入境 即是自主的行為來的 理論上整件事就完全不牽涉 就是說台灣不讓陳同佳入境這件事 我相信台灣是讓陳同佳入境的 即是陳同佳入境之後 究竟怎樣拿一些證據 拿一些證供和證物去報陳同佳 當然陳同佳去到台灣 他去拿一份口供 也不可以否認 陳同佳去到台灣拿一份口供 可能跟他香港的落法口供完全不同 可能陳同佳去到台灣 可能不承認殺了潘曉彤 可能只是說了另一個故事出來 說潘曉彤不小心殺了自己 可能是這樣也未成功的 可能他只是承認大家的爭執 但是他不承認殺了潘曉彤 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他殺了潘曉彤 整個過程是怎麼發生的 即是說第一步要做的 包括管浩明 包括陳同佳父母 包括陳同佳 應該打電話去台灣的直線電話 跟台灣溝通 怎樣展開陳同佳入台 以及入台後獲得一個公平的保障 這個本身第一個應該做 第二個應該做的就是有了台灣 陳同佳入台 台灣跟香港之間 有些什麼中間人可以大家互相溝通 不需要各意地區與地區政府溝通 中間人都可以的 中間人溝通之後 然後就可以將陳同佳的一些證供證據 一些證物 轉移交到給台灣 去繼續令到陳同佳可以在台灣獲得自罪 這個反而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支持潘母 即是潘明和媽媽 逼陳同佳或者陳同佳的監護人 或者管浩明或者爸爸媽媽 打電話去台灣 安排陳同佳盡快去台灣落案 我們也不應該對陳同佳不公平 沒有理由陳同佳去台灣之後 還要等三年都沒有展開審訊 這三年的意思就是說 就算陳同佳在台灣落了口供也好 可能部分證物或部分內容 陳同佳是沒有說事實的 他就放在香港那裡說了 給香港警方聽 或者香港律政署有的 甚至證物在律政署裡 怎樣將這些東西轉移給台灣呢 這個司法互助反而應該區與區之間應該商量 不需要考慮到 說這個是否因為這樣承認台灣的一個地位呢 又或者甚至這樣會令到台灣囂張 不需要想這些的 這個純粹技術上 司法互助本身也可以區與區 香港和澳門之間也可以有司法互助 兩個地方都是一個區特區 區與區之間其實可以有司法互助 不一定是牽涉國家觀念的 所以陳同佳按摩 呼籲陳同佳盡快去自首 亦都呼籲管耗明理 不要再保護陳同佳 不要再說謊 你作為神父 你作為牧師 你作為一個教徒 你千萬不要影衰我們教徒 你不要再在大家面前 再說一些謊話 去為陳同佳拖延和掩飾 周鼎和李慧琼 這兩個人 你拿了潘穎和母親出來 就開記者招待會 你威完之後就丟人一邊 你兩個政客的一些行為 是非常可恥的 尤其是李慧琼 是被潘穎和母親點名之後 他直接採取不理的策略 不採取的話 在報章報道就沒有了他的名字 或者名字只是潘穎和母親點名的出席 但是他就沒有回應 某程度上就可以令事情淡化一點點 這就是李慧琼做的方法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李慧琼作為民建聯的一個領導人 加上周浩鼎 究竟民建聯有多為香港市民服務呢? 有多關心香港問題呢? 有多站在公義立場? 有多站在司法或者法治立場?